各位弟兄姐妹住在平安 很开心在这个主日 再一次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去敬拜主 圣诞节其实是这段时间 今天是张临期的第四主日 过了几天就是圣诞节 这个其实是基督徒的大的节日 因为基督的降生 他的再来 第二次再来 也是我们很大的盼望 愿意我们找到这个盼望 在这个地上生活 很多的问题 但是因为有这个盼望 我们就有信心去经过 我们一起有个祈祷 所以主多谢你给我们 能够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我们再一次去仰望主耶稣基督 仰望他不单止是一位神 他也是一位人 他曾经在这个世间 是和人生活过 他留下他的生命的时迹 他也留下他的教导 以至我们能够去 仰望 能够去参照 以至我们的生命 在他的里面 我们可以更加活得有色彩 活得更有意义 我们多谢主你 这样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我主基督 圣明而求 阿们 今天我们再继续 我们的社关的题目 第七讲 已经 今天的题目是 《仿佛人领袖作炎雨光》 有一群的外国人 他们正是去东方 有一个探险 团队里面 每一个人都 很有主见 而且他们都想 做领袖 这个团队的领袖 服侍他们的 有一个仆人 叫做李奥 他负责 为这一队的人 去提供生活的服务 就是安排一切 这个李奥 他的乐观的性格 和他的歌声 伴随着这一帮的人 鼓励着他们 有李奥的 一起同行 这一次的探险旅行 似乎就成为了一次 很美妙的观光旅游 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 但是有一天 李奥突然间不见了 这群人就立刻 陷入一片混乱的里面 所有人都试图去说服 其他人听他的建议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 成功地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最后 这个探险的活动 被迫要停止 这群探险者 他们突然间发现 原来他们不单止 失去了一个 一个博人 李奥不单止 失去了这个博人 其实他们是失去了一个领袖 这个这么简单的故事 最后引发了一场管理学的革命 在1970年 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的CEO 罗伯特·格林尼夫 他受到了这个故事的看法 写出了《博人领导学》这本书 提出了博人式领导的概念 揭示了关于领导的一个真正的本质 就是领导的基础 不是权力 而是使人顺服的能力 这种的能力 是建立在爱 服务 和牺牲的基础上的 强势领导和博人领导的不同 在于后者是以博人身份 为首要的带领态度 是要确保被带领者 或者跟随者 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 最好的验证这种力量的方法 就是看看被带领的人 或者被服侍的人 他们的生命是否有成长 被带领的 他们是否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有智慧 更加自主 或者是更大机会 成为博人 国家的领导者 他们有没有让社会上 弱势的人 带来受惠 不会再进一步被欺压 其实 这些人领导人领导这个概念是来自圣经的 而我们今天就回到圣经 再思想一下耶稣 给门徒的教导 亦都是耶稣给我们今天 作为一个信徒 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教导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 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吧 他们来到加白龙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真论谁最大 耶稣坐下 叫十二个使徒来说 若有人愿意为首 他要作众人之后 作众人的用人 于是耶稣领一个小孩过来 让他站在门徒当中 又抱起他来 对他门说 凡为我的名接纳 一个像者小孩子的 就是接纳我 凡接纳我的 不是接纳我 而是接纳那差我来的 马可福音里面 耶稣角色的主题是 尼塞亚 但是这个救世主的形象 他是跟以色列人 心里面的尼塞亚的形状 的形象是相反的 以色列人想象里面的尼塞亚 是高高在上 威风淋淋的 但是耶稣向门徒预告 他将会遇害而受死 这个结局 使得门徒大惑不解 为什么会拯救者会受害 为什么会受害到死 为什么 他们又不明白 但是又不敢问 不过虽然不敢问 他们却是在想 如果老师真的受害 在他们中间 之后谁会成为领袖呢 因为做领袖 意味着有老师的能力 尤其是其中的三位门徒 彼得 雅国 弱汉 曾经有特权 和耶稣独处 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 他们不单止目睹了耶稣 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权能 而且也经历过 耶稣变象的荣耀 所以门徒私底下 就暗中争论 谁是最高 谁的地位是最大 但是其实耶稣 时时都教导门徒 关于谦卑的道理 就好像马太福音 第23章11至12节 耶稣指出 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悲 凡自悲的必升为高 这个准则 和世界的观念 或者人的评估 正好是完全颠倒 世上作君王或者做官 他们都喜欢利用自己的权利 去统管其他人 以显出自己在那个位置的权位 和荣耀 但是耶稣要他的门徒 学习吊诡的权力观念 学习谦卑的侍奉态度 放下自己的权利 成为服侍人的人 而且呢 不是只是侍奉自己 喜欢的人 就好像耶稣一样 去到这个世上来 是为了要服侍所有人 并且是毫无保留 甚至到死的地步 耶稣这样受苦受害之后 才会复活得到荣耀 成为配受荣耀的神子 也都成为了真正使人心 涉伏的君王 这个荣耀呢 不是从权力而来的 而是从舍己而产生的 不是自己争回来的 却是使人心悦成福 而推举出来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问门徒 喂 你们在路上 究竟在讨论着什么 门徒却不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呢 相信门徒是尴尬到啞口无言 因为他们察觉到 自己的行为 和耶稣的教训不符 耶稣是写记 他们自己呢 他是真辨 谁才是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位 原来门徒只是表面上 跟随耶稣 内里却是以自己的意思 做门徒 听的一套 但是活出来的 是自己那套 经文没有交代 耶稣怎么知道 门徒他们在讨论着什么 但是耶稣知道 门徒在领袖的观念上高的落差 于是耶稣介入他们的对话 纠正他们的错误的侍奉观 因为门徒仍然定征在这个世界上高的价值观 他们重视的是 彼此之间 谁才是最重要 耶稣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 什么是真正伟大的本质 耶稣为门徒 为了门徒更加能够明白 先降悲 然后得荣耀 才是真正伟高者 得权力的路径 于是耶稣就以一个小孩子来做比喻 根据希腊罗马 当时社会和犹太人的观念 小孩子 虽然是延续家族血密 和圣事的重要的继承者 但是整体来说 小孩子往往被视为是无知 愚昧 微不足道 好像当日的妇女一样 在社会上都没有地位 他们需要完全依靠父母 并且要谦恭地去遵守 相亲的教导 和今天的社会 很多家庭以孩子为做 生活的中心 很不同 今天很多的家庭 可能是全部的成年人 去服侍一个小朋友 那个小孩子 就成为家里的小王子 小公主 但是福音书的年代 社会阶层不是这样 在这个经文里面 重点是耶稣亲身示范 他对一个在社会上的地位 卑微 不被重视 也都没有办法自主的有同的 接纳和关爱 而且小孩子也代表着社会里面那些无助 没有地位 没有权势的人 这样的人自然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和照顾 他们可以是贫穿的人 他们可以是贫穷的人 去变受压的信徒 所以耶稣不是单纯叫我们眼睛向外望 也都要向内去看看 有没有一些人需要我们去帮助 给多些关心 给多些爱 在马尔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里面说 为我的名 是指奉耶稣的旨意 或者是权柄 也就是指代表耶稣 或者为耶稣去做出行动 为我的名接待 就是为耶稣的缘故 而接待任何一个社会上的弱者 或者有需要的人 接待是指欢迎收留 就好像耶稣抱起那个小孩子 就有收留 接待 以及帮助的意思 耶稣在这里说 凡接待任何一个 这么无助的人 就是接待了耶稣自己 耶稣将自己等同于 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也就是将他自己等同于 社会里面最低层次 没有能力 最需要帮助的信徒 以及非信徒 而且接待社会上软弱 而需要帮助的人 不单止等同于接待耶稣 也都等同于接待 在天上的父神 为什么接待耶稣 就等同于接待神呢 从马可福音第一 即一开始 到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 其中的原因 因为耶稣和神的关系密切 而且呢 不单止耶稣是神的儿子 而且是神亲自来做见证 向世界宣告 耶稣是他所喜悦的爱子 是门徒应该要听 要顺服的神的独身儿子 又因为耶稣是神所差利的儿子 他有赦罪的权柄 是安息日的主 他有平静风浪的大能 能够在海上行走 马可福音一开始 就介绍耶稣有等同于神的地位 因此接待耶稣 就等于接待天上的父神 所以耶稣的谦卑 是建基在他无所不能的 全能神子的身上 因为他这个全能 他却选择了自限 自我限制成为人 以人世间的方法 让世人看到 真正伟大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 不再于争为大 而却是降为悲 所以当门徒 本来是在争为谁最大 耶稣就教导他们 如果真的想做大的 就以谦卑地作众人的容忍 甚至要服侍 就像小孩子那样卑微 没有地位的人 因为小孩子没有能力作出回报 这样 服侍人的人 才显得他是偉大 这样才可以得着真正的清赞 因为耶稣自己 因为耶稣自己 就是这个的教导 一个最好的典范 他不只是说 他做了给我们看 他是无罪的神子 却顺服父神的旨意 愿意 降悲 舍己 接待地上无助 软弱的人 向他们传道 医治 赶鬼 尽心竭力 作众人的容忍 甚至最后被人杀害 丧失性命 所以在弗拉比书 第二章九至十一节 告诉我们听 我们一起读好吗 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 又刺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是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众口都要宣认 耶稣基督是主 归荣耀吉父神 前几年 因为我要去美国读书 飞去美国那边读书 在读书期间 学校就安排 外地来的同学 又或者是 第二个浮来的同学 他们可以寄居在 我在读书那个州里面的一个美国家庭里面 记得有一次和两位美国的女同学 就寄居在一个家庭 美国的家庭 那个家庭呢 就是他的家庭呢 都挺豪华的 有一个主人套房之外 还有三间空的房间 有后院很大 应该是高尚住宅 我觉得 以香港的角度来看 那有一天 我呢 就放了学之后 就跟那个女主人聊天 知道呢 原来 他家里另外的三间房间 是他的子女的 但是他们都长大成人了 搬了出去住 又或者去了其他地方读书 但是当我呢 再深入这样 聊聊聊 我发现原来那三个小孩 都不是这对夫妇亲生 是他们夫妇去俄罗斯领养回来 那很奇怪 为什么不在美国领养 在俄罗斯领养呢 因为他们觉得 俄罗斯比美国更加落后 去领养这几个孩子的时候 才只有几岁 分别是两个女孩 一个男孩 他们都是被遗弃 或者家庭有问题的孩子来的 两个女孩呢 背景比较复杂 妈妈是妓女 所以呢 至少就看着 又烟又酒 甚至吸毒的人 在自己的家里面 出出入入 包括自己的妈妈 后来呢 因为他们的妈妈不能够照顾他们了 于是就送了他们去孤儿园 后来就被这一对的美国的夫妇 领养了 收养了 去到美国居住 但可能呢 因为童年的阴影 使得这对姐妹呢 是很没有安全感 很反叛 到十五六岁呢 他们结识了一些坏的朋友 离开了这对夫妇的家庭 自己在外面游荡 使得这对美国的夫妇呢 极度担心 还有用了很多的方法 去找他们 希望他们回家 但结果呢 他们呢 仍然是选择 离开这对夫妇 在外面独立生活 庆幸呢 就是后来呢 他们都结了婚了 生了小孩 有自己的家庭 并且呢 是继续呢 跟这对夫妇保持联络 那个儿子呢 就真的比较好一点 他愿意上进读书 最后呢 成为了空军统战部的指挥官 但是其实都要供书教学 用了很多心力和金钱 在谈谈的过程里面 我问这对夫妇 有没有后悔领养孩子 因为其实都挺伤心的 当孩子离开他 给很大的心灵的负荷 但是他们的回答是没有 因为呢 这个是耶稣的教导 所以一点都不后悔 反而呢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呢 看到呢 神很多的恩典 我觉得是美国读书呢 除了 就是在书本里面的知识 扩大的我的眼界之外呢 其实 最得益的都是 看到一些真正愿意实践真理的信徒 他们愿意照主的吩咐 接待孩子 就等同于接待了神一样 于是 神就给他们更多的恩典和祝福 继续去接待其他有需要的人 我就是成为他们接待的一份子 住在他们的家里呢 好过住酒店 因为是很舒适 很豪华 第二段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吧 你们是地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 怎能叫他再行呢 他不再有用 只好被雕在外面 任人浅答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苦 光其实是含有正向的意思 就好像旧约的圣经里面 光就象征着污蔚相反的顺结 和错谋或者无知相反的真理或者知识 在真约里面 光是指那位受苦的仆人耶稣 所以耶稣的门徒被称为世界的光 因为天国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种本质 对世上未得到这个光的人而言 信徒就是这个生命的光的见证 而这个天国生命的特质 其实就是这段经文之前的 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二节所指的八幅 请听我读八幅里面的内容 我们大家要温一温一下 特质是什么特质呢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谦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既渴贫穷的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替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义子 为耳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欲骂你们 迫害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要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很多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 迫害他们 八福指出 由圣灵产生的心灵贫穷 爱上 温柔 公义 怜悯 纯洁 和平 是耶稣门徒的特质 这些特质是让神 能够建立他的国 的基础 和方法 所以信主的人 应该让这些特质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里面 在提出基督徒 生命要培养出 八福所描述的品质之后 耶稣就接着 以 盐 和光 的比喻 来说明 有着这些品质的生命 他们所带来的 影响力 耶稣以盐 和光 做比喻 因为这两样 在人的生活里面 都是息息相关 盐 如果失去咸味 就等于失去了他的功能 就不能够使到食物更加美味 耶稣说 这样的盐 就只好丢在地上 被人践踏 至于光的意思 从上下文来看 就是要照亮 人要看到的事物 耶稣用这两个比喻 目的是指出 基督徒要在言行上 有好的见证 让人看见这种好行为 而将荣耀归给神 就这两个比喻 对于现在我们 其实光的部分比较易明 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要好像光一样 光能够照亮美好的事物 让人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基督徒生命的好行为 是显现出良善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盐的部分就可能难些明白了 大家有没有试过呢 你吃的盐有些是不咸的 试过的请你举手看一下 盐是不咸的 原来在当时耶稣 或者是福音书写作的时候 那个环境去理解 为什么盐会失味 原来耶稣所说的那些 是癌盐 今天我们吃的盐是海盐 是蒸发之后 盐的结晶里面是没有杂质的 但是耶稣所说的是癌盐 你说今天那些癌盐更贵 今天我们有方法去提炼 是从癌石里面拿出那些盐 但是当时是没有提炼方法 所以是成构石头 放在那些菜里煮 煮一下煮一下 那些盐就会稀释在食物的里面 而剩下一块没有盐的石头 耶稣是指一个这样的状态的石头 当它是失味的时候 就是没用了 就要丢在地上 被人贱踏 盐失了味这个象征 其实就是指我们的生命 如果信徒 我们里面没有真理的特质在里面 我们不能够活出一个信仰的 内涵的生命 就等于那块石头 那些盐出了来 就只是一块石头 是没用的石头 耶稣说这样的生命 就只好被丢弃 所以这个比喻就是 让信徒听到 去知道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藏着真理 以至我们的生命 就成为一个大炎调和的生命 在这个世间 去释放出这个真理 让人品尝到 让人看得见 在这段时间 我知道教会有很多的 特因姐妹 在参与很多社关的活动 无论是自修室 或者是食物爱共享 在圣诞节的期间 也有很多的 就是特因姐妹 去参与一些社关 就是去一些团体里面 去办一些活动 今天我就请了两位 加密团的姐妹 就是Amy和阿清 他们很好 今天来和我们讲 关于他们在参与活动的时候 他们的见证 我将时间交给他们两位 顶姐妹 早晨 我是加密团契的阿清 我是加密团契的Amy 大家好 正如传道 就叫我们讲一下 教会的社关服事 其实早在2020年 马安山堂 在舞会主爱恩情计划下 开始了三方面的社关服事 第一样就是小学生自修室 在上个月17号 Joyce和Marchi已经分享过了 今天我和阿清的分享 就是另外两样的社关服事 就是食物爱共享 和社区家庭探访和节旗性活动 阿清 我知道你一开始已经参加 食物爱共享 究竟是什么 食物爱共享的前身就是关外社区底极 初期召集教会和不同团契的弟兄姐妹和盲目者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 去到附近屋苑的大厦和垃圾宅 去探访那些清洁姐姐和保安员 同时我们也送一些口罩 搓手液 凉茶和超市礼卷 给他们表达我们对他们的质疑 多谢他们在移情下都坚守崗位 齐心抗议 阿清 那些保安 清洁姐姐有什么反应呢 有没有说我们阻止她做事呢 当然没有啦 他们都不知道多开心啊 其中有位清洁叔叔还说 哇 多少钱都不够一句多谢的话 就是我们说多谢她 她很开心的嘛 她还说我们还好过区议员 阿清 你们有没有有趣的经历 跟我们分享呢 当然有啦 我们很多人都在人生第一次去到垃圾宅 原来里面是很整齐 很干净 清洁姐姐还在这里吃饭和休息 真是想不到 我真是很佩服他们 但是现在每个月 第一个星期日 下午清洁姐姐 保安那些上来教会 为什么呢 哦 那我们跟她的清洁姐姐和保安述职之后呢 就邀请她们上来教会啦 让她们都可以认识一下我们的教会 还有呢 在教会呢 又可以坐得舒服点啦 又可以聊天啦 如果有机会呢 我们还可以跟她分享一下我们的信仰啦 那最初呢 就只有二十几个人上来的 现在要七十几个清洁姐姐和保安啦 家母做理的那些姐姐呢 上来教会啊 哇 真是好意料啊 感谢主啊 有那么多街坊上来教会呢 其实都有机会令他们认识主耶稣啦 还有呢 都有三福出队呢 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他们知道 阿清 那这个服事呢 其他弟兄姐妹有些什么可以帮忙呢 啊 弟兄姐妹首先呢 可以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 两点至六点上来教会呢 跟那些清洁姐姐啦 保安员啦 还有那些家母做理的那些姐姐聊聊天啦 关心一下她们 鼓励一下她们 还有跟她们分享一下我们的信仰啦 另外呢 大家都可以用爱生奉献来支持这个事工 啊 这个月 十二月呢 掌测团契都有奉献一些超市来捡备这个街坊 当然啦 大家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啦 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透过用祷告去支持这个事工 祈求那些街坊早日信主啦 得到这份务价的大礼物 是啊 艾米 教会现在都有弟兄姐妹去做家庭探访 是什么来的 是啊 现在教会呢 有九个来自不同团契的弟兄姐妹呢 探紧五个家庭 被探访的对象呢 有些是长者啦 有些是长期病患者 那么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呢 会先提供义工训练给他们 然后呢 那些探访义工呢 大概就每个月探访他们一次 期间会电话为问一下他们啦 关心一下他们啦 而且呢 社工都会继续跟进 不是只有义工呢 自己一个人做的 那初初义工呢 都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出发啦 但是呢 大家都是边做边可 那有天赋的保守 现在的义工呢 跟那些被探访的对象都很好谈的喔 那透过探访呢 令到被探访的对象呢 都感受到被爱啦 被关怀啦 被重视啦 在上个星期日 十二月十二号的报导会呢 都有被探访的街坊来到呢 哦 这样啊 家庭探访呢 都可以接触更多的街坊 令更多的街坊呢 可以认识天赋伯伯伯 哦 那么还有呢 那些节期性的活动又是些什么来的 哦 节期性活动呢 即是教会呢 过时过节呢 就出去啦 就好像圣诞节那样啦 或者来着明年的復活节呢 都会搞些联欢会被街坊 去到他们的机构搞联欢会那样 那好像刚刚过去十二月四号的上午 青少呢 跟初职啦 二万五师团契啦 美恩传道啦 跟Conny呢 十几二十人呢 就去了耀安村神托会 创惠坊呢 搞了一个圣诞联欢会 他们出席的会员呢 都有三十几人 当中青少和初职呢 都很惊讶那些参加者呢 一见如故 跟他们好好谈喔 将他们的故事呢 都跟那些青少女朋友分享 那同一日的下午呢 我们加密团契呢 都再次跟社会福利署 南马安山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呢 有第二次的合作 第一次呢 已经是疫情前 2019年的12月7号 今次搞联欢会呢 全部有十六个家庭参加啦 接近四十人啦 那我们团契呢 都有十几个弟兄姊妹参加 其他团契呢 都有帮手的 那我们不如先看一片先啦 有很多礼物呢 我们那天呢 都有祈祷 还有社主的姑娘呢 都介绍我们啦 等她们认识我们 又要唱一下圣诞歌啦 还有魔术表演啦 魔术师呢 就是子民啦 好受欢迎 啊大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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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啊 粗粗疯疯呢 都困住他 那里阿司母呢呢 就分享聖诞的信息 是 街坊 那又有游戏啦 那又有游戏啦 扛大镜的游戏啦 几十人一起排队玩猫戬籃啦 大人小孩也有份參加 玩得很開心 收賣老遊戲 訂當袋 有人訂到30分的盤 獲得大獎 有分組的比賽 頒獎儀式 街坊有些是社署的個案受助人 有些是街坊 有些是我們探訪的隊長 大家那天都玩得很開心 之後Tommy和牧師也去家坊 探訪了其中一個我們探訪的伯伯 他就缺子順主 其實透過不同形式的服侍 只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走出教會的四面場 更多的接觸街坊 關心他們 能夠將天父的愛、平安送給他們 是啊 能夠和街坊建立一份情義 和他們卡解 了解一下他們的情況 給一些安慰、鼓勵、支持他們 和他們分享自己在天父裏面的經歷 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都可以一起參與的不分年齡、性別、學歷 和信主有多久 一起由生出發 天父就會帶領 希望大家 看見社區的需要 就動了慈心 願意走出來 參與社區服侍 願榮耀眾贊 歸於天父爸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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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到的時候 他告訴我 原來他來之前 在公園裡自己練一次 很欣賞這些服侍的態度 我覺得很感恩 我看到 在他身上 真的看到這份天國的特質 就是很用心去侍奉神 原來在我們裡面 我們有很多弟兄姊妹都這麼用心 都是遵守神的意思去行 用心去做好自己 在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節 就是讚美 是歸給那個行得好的人 是不是 那為什麼 會歸給父神呢 當人見到基督徒的好行為 他會懂得歸給父神的呢 為什麼呢 原來 炎和光 都有一個隱含的特性 雖然 炎和光都是重要 但他們 都不是處境裡面的主角 炎的咸味 可以使到食物更加美味 但是人 要吃的主角 是食物 不是炎 在飲食這個過程裡面 食物本身 才是重要的 鹽是調味料 是配角 所以食物 最好的調味 就是當食客 沉醉於美食的裡面 沒有注意到 鹽的存在 如果沒有光線 我們可能讀不到書 看不到美的東西 但在任何需要光來照亮的事情裡面 人要看到的 都不是光本身 而是光所需要照亮的那件事情 光非常重要 但是光不是主角 我們如果只是看著光 只會令到我們眼花撩亂 或者是眼睛受傷 光最好的應用 光最好的應用和照明 是當人的注意力 完全放在光所照射的事情上高 而忘記了光的存在 因此 因此 耶穌這個比喻裡面的 鹽和光 除了強調 鹽、光 都是很重要 而且具備影響力之外 似乎 也都很清楚地指出 當基督徒扮演 鹽和光的意思的時候 必須自己察覺到我們的身份 是要讓人在我們的行為上 看到那位三位一體獨一的真神 因為只有神才能夠給人真正的生命 我們是這個得生命路程的路標 將人指向神那裡 去得到真正的生命 當基督徒表現出好行為 他讓其他人自然地把榮耀 歸回給基督徒自己 又或者是 人跟隨了你 而不是跟隨主 不能夠和主建立關係 但是 他是與行善的信徒建立關係 那就表示 基督徒在生命善行的實踐上 方向錯了 所以在耶穌的比喻裡 我們不應該輕忽炎和光 不強佔主角地位的謙卑特性 食物沒有炎 是會淡而無味 但是當炎 圈奔奪主 就會對人體 產生傷害 看不到應該要看到事情 原意呢 在這個聖誕節裡面 我們都能夠看到基督所發的光 並且在我們身上 散發出主的尾線 叫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可以清楚看到那位愛世人的獨一真神 其實有很多的機會 好像一會兒報告的時候 我們教會 今天的主日和下個主日 我們都會有一個侍奉的尊貴 裡面我們各部 無論是敬拜部 兒童部 社關部 都會有很多的位置 都讓我們能夠實踐 我們信仰我們的生命的真理 願意大家找到機會 去爭取這些時間 去找到你自己的位置 去為主發光發亮 讓我們信仰生命有味道 給人品嘗 品嘗到主的美味 品嘗到主的恩惠 讓我們同心吐告 在通告的時候 我都想問問一下大英姊妹 如果你今天 你願意成為耶穌比喻裡面的光和炎 願意在人前實踐有天國生命的善行 讓人藉著你生命裡面的好行為 而歸榮耀給神 請你舉起手來 我為你祷告 讓神堅固你的信心 看到 看到 舉高一點 讓神看到你的決心的立志 看到 看到 弟兄姐妹 如果你願意學校基督 做一位仆人領袖 以非以逆人 乃逆於人的謙卑態度 來為主服侍弟兄姐妹 建立基督的群體 如果有這樣的立志的弟兄姐妹 請你舉起手來 我願意為你祈禱 見到 見到還有沒有呢 舉高一點可以是 見到後面也見到 後面的弟兄姐妹可以舉高一點 你的手是讓神 見到你的決心 主 我很感謝你 因為你不是一位離地的神 你是一位道地的主 你讓我們看到 人生是應該怎樣 因為耶穌基督曾經來到這個世間 他曾經成為一個人 他抹過給我們看 一個真正的生命是怎樣 求主你讓我們能夠 看得清楚 也都明白 以至我們懂得怎樣去 活出一個有真理的生命 主要我們多謝你 這樣聽我們討告 是奉我主基督聖命而求 阿們